那我們就繼續 在繼續之前先講個科學史小故事 大家都應該知道我很喜歡看科學史 今天講科學史小故事講牛頓 為什麼講牛頓呢?等一下你就會知道 因為我們今天只有三個人 雖然只有三個人代表我大勝牛頓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嗎? 牛頓不是照理講我們都覺得 哇!牛頓這麼偉大的大師對不對? 在他的那個年代對不對? 那他也就已經是大師了對不對? 那照理講他上課應該是 哇!超級爆滿然後那個房子都擠滿了 擠不下對不對?錯 剛好相反 牛頓第一次在劍橋大學的那個叫什麼講座 上課的時候 底下有一些人 然後呢 OK!牛頓就講完了 然後大家就回去了 第二次上課的時候牛頓來 教室一個人都沒有 然後牛頓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呢他就 我都領了錢 那我還是得講課 問題是現在教室一個人都沒有 我們到底該怎麼講課呢? 他就開始拿出他的那個想講的那個 他都有準備準備內容 他就開始 很快的把他唸完 唸完之後才發現 本來應該 要講一兩個小時的 結果 只過了15分鐘就唸完了 好吧! 唸完就回去了 然後從此呢 他每次上課幾乎都是一個人都沒有 然後他就對著空蕩蕩的教室講課 然後 本來通常都預計講一個小時 然後最後就只講了15分鐘就唸完了 然後他每個禮拜都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呢 一直到什麼時候的 15年之後 他終於 悟到 悟到一件什麼事情 既然沒有人聽 我幹嘛要講 我就指領錢不上課好了 所以 終於 他在15年之後 悟到了 決定自己指領錢不上課 所以 這就是牛頓的上課史 OK 所以現在 有沒有突然覺得我們 我這門課其實蠻幸運的 沒有 我們去計算機 都比他們去數學技能有什麼好玩 我們是一個AI 然後讓他們去聽我們講 所以 現在你應該會知道 為什麼我總是要錄影上傳 萬一有一天 你們通通都沒來的時候 我還可以繼續錄影 對 那 至少不會像牛頓那樣 我還可以開直播 搞不好要給觀眾 對不對 其實科學史裡面到處都是這種事情 只是 我們都很少去碰而已 然後我們就看實作了 實作其實還是那張圖 所以其實沒什麼 沒什麼好重看的 就 就 你把它實作出來吧 就實作 那 JavaScript的一個特性就是 它沒有 沒有 沒有 這個東西 它的函式庫裡面沒有 沒有 JavaScript根本就不需要 Q 你知道嗎 因為它不是C 它不是那種很低階的語言 它根本 實作鏈結串率效率會很差 它幹嘛要用JavaScript做鏈結串列 它只要用它的陣列就好 那陣列它又會自動伸縮 所以你沒必要一定要鏈結串列 反正它會自動伸縮 它會自己安排 所以我們就用push這個陣列的push就當成enqueue 用陣列的shift就當成dequeue shiftpush就是從後面加一個東西進去 shift就是從前面拉一個東西出來 如果我今天是queue的話 那我就是從後面enqueue 前面dequeue就會是先進先出 所以用這個就可以 那這裡我就直接實作三個 兩個方法沒有三個 DFS深度優先和廣度優先 因為這個問題沒有遠近 只是要全部拜訪過 並沒有說誰的距離多少 有距離的你才會有最佳優先 沒有距離的就沒有最佳優先 所以我這裡所實作的就是深度廣度 那你看這一個圖 它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看它的資料結構 那我們的資料結構跟寫c可能也是長得不太一樣 你看我現在是說第一個節點 它的鄰居有25 它還沒被拜訪過 第二個節點它的鄰居有34 它還沒被拜訪過 第三個節點鄰居有456 你看仔細對照圖應該你會看得到那個圖 確實是這樣 第四個節點是56 第五個節點是6 第六個節點沒有下一層的鄰居 就是說它走出去的來算 走進來的不算 走出去的2的下一層的節點就只有34 3的節點就有456 因為這一條這一條這一條 所以光是用這樣的結構就可以表達出有像圖 這個節套可以表達出有像圖 其實只要前面這一半就好 後面這一半是在記有沒有被拜訪過 那我們這樣就表達了剛剛那一張圖 有沒有問題 這樣就表達了剛剛那一張圖 那一開始呢 我對圖的每一個拜訪過的 是否拜訪過我都把它設成0 奇怪這裡已經設過0了 為什麼這裡還要設0 因為我兩次 我一次DFS做完我還要把它清掉 然後再重用 所以如果我寫成兩個層次就不用這樣清了 但是我寫成一個層次 所以我得要有清的動作 好 那DFS呢 就剛剛各位我們已經看過的演算法 基本上寫成JavaScript 還是跟演算法幾乎一樣長 那這改用Q的話 我們這E的話代表我從第一個節點開始出發 它是初始節點 那這是BFS 那你可以看到 我就先印BFS 然後把它全部鄰居設成 就是那個是否拜訪過設成0 然後呢 開始呼叫DFS這個圖 然後從1開始出發 從1出發 然後最後印換行 接下來再用BFS再做一遍 那你就會看到DFS呢 它得到的結果是123456 BFS是125346 好看一下為什麼DFS是123456 看一下 1走到2對不對 2又走到3 3又走到4 4又走到5 5又走到6 好 這是DFS DFS為什麼是125 是多少 125346 你看 1走到2 但是它不能繼續走下去 因為它這一層 第一層還沒完 所以它會先走第一層的下一則是5 所以是125 5 接下來呢 換2再走下一層 因為2先嘛 2剛剛先 所以現在還是要先 然後 2走下一層 3 然後再走4 好 走完之後沒有下一層了對不對 那就找2的下一個節點 5 你的辦公室電話一直想 想好久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幾幾事情 沒有關係 好 那5 5 然後呢 5有沒有下一層 有 5會走6 對不對 所以是 1、2、5 3、4、6 或4、3、6 都有可能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 1、2、5、3、4、6 沒錯 好 所以 這 程式上面的執行結果 基本上是 OK 好 那這就是深度和廣度 有限搜尋 你可以試試做最佳優先搜尋 就是把那個入境加上距離 那你就可以試做最佳優先搜尋 這個當習體 好嗎 當習體 今天的習體 好 再來看下一個例子吧 直接把它講完好 繼續下一個例子 老鼠走迷宮 我們先看結果 各位才不會 搞不清楚我們在幹嘛 現在這裡 這個是一個迷宮 這個迷宮 有信號的地方代表是牆壁 不可以走 空格的地方代表是路 可以走 OK 那我的老鼠從哪裡開始呢 我的老鼠從這裡開始 OK 那所以他如果 要走出去 他要從哪裡出去呢 他應該是 這邊走出去 好 那問題是 我要怎麼寫程式 讓他可以把這條路找出來 這就是老鼠走迷宮的問題 好 你想一想 好像很簡單 但是事實上 會有很多問題 你老鼠如果這樣走 然後往這邊走 然後他就卡住了 如果他不會倒退的話 他當然會倒退 可是問題是 他就得要這樣子 嘗試錯誤 再走這邊 再嘗試錯誤 然後再走回來 然後再嘗試錯誤 那如果這個老鼠沒有記憶力的話 會怎樣 比如說 欸 他說我走過這邊了 然後我再走一次這邊 走過了這邊了 又再來走這邊 走了這邊又不行 又再來走這邊 對 那你就 他就一直在這邊撞牆 再重複 所以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有一部卡通 叫做北海小英雄 應該是挪威 那邊的片 講維京人的故事的卡通 然後裡面就有一集 因為他 北海小英雄 就跟那個 就跟那個什麼 現在的一修和善 類似 反正就是比較機制 不過他比較活潑 不像一修和善那樣 然後呢 他們就會去海盜 他們是海盜 然後他們常常會 會發生很多奇怪的事情 要他去解決 然後一次他們 困在一個女工裡面 然後他們怎麼走 都走不出去 所有的人 然後後來 那個 北海小英雄 叫做小威 他就想到一個辦法 因為他穿著毛衣 然後他就 毛衣呢 就先 做記號 然後勾住 然後讓他們去走 然後走 只要走過的地方 就會有那個毛線 然後最後他們就把 透過我知道這裡 我走過 我就不要再走了 的方式 然後最後走出來 那老鼠走迷宮 差不多也是這個 這個做法 基本上你會發現 我只要走過了 我就不要再走 那什麼演算法是 只要走過 就不要再走 其實都可以 你只要有記住就可以 記住不要再重複走就可以 你可以用BFS走 你可以用BFS走 OK 所以 演算法是都OK的 但是 這個問題用DFS就夠了 用最簡單的 因為你BFS還要弄個Q在那邊做 你用DFS根本不用弄Q 反正堆疊會自己回覆 對不對 你只要遞毀就好 所以我就 就用遞毀來做這個問題 那所以我先寫了一個 印迷宮 印迷宮 然後呢 設定那個 因為我是用字串來 來代表迷宮 所以我寫了一個 設定函數 把迷宮的某個字元改掉 然後呢 這裡才是真正老鼠走迷宮的程式 它會印出老鼠目前在哪裡 然後畫出那張圖 然後 這裡 因為這個迷宮是6乘8的迷宮 欸 是6乘8 對 大於等於6 對 6乘8的迷宮 所以 如果超過邊界 它不能 不能超過邊界 所以要檢查 那如果是碰到 新號 就代表撞牆了 你不能夠走過去 那如果碰到 加號代表的是什麼呢 碰到加號 咦 我加號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加號代表的是 走過了 走過了 對 加號代表走過了 所以碰到加號也不能再走 因為它重複了 接下來如果是空格的話就可以走 所以空格的話就走下去 那如果是 漏點 然後呢 而且 X等於5 Y等於7 那這代表它已經走到目標點了 這一點是目標點 所以 就結束了 那如果是它還沒到最右邊 那它就 又發現 右邊可以走 那它就往右走 下去 如果它 還沒到最下面 又發現下面可以走 是空的 那就往下走下去 如果它還沒到最左邊 又發現左邊可以走 就往左走 如果它還沒有到最上面 又發現上面可以走 就往上走 走完之後記得標一下 你已經走過 你已經走過了 好 那最後就返回 好 就這樣子 基本上 就完全是用遞回的方式 所以遞回在哪裡啊 這一個函數叫做 find the path 所以它的遞回 所以它的遞回在哪 在這 遞回是在這 遞回往右走 走 遞回往下走 遞回往左走 遞回往上走 四個遞回 所以它的分支度最大是四 但是不見得會有四 因為它可能撞強 或其他的 就不會再走下去 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執行結果 一開始它在20的地方 開始走 20就是這一個 這一點 然後呢 它每走一步 它就畫下一個點 好 然後每走一步 就畫下一個點 畫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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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往這邊走 畫一個點 然後呢 這邊走不通了吧 對不對 它會遞回退退退 退退退 退到這裡 又走下一個點 好 這邊又走不通了對不對 遞回退退退 退到這裡 發現下面還有路 就繼續走 好 所以就走下面 就走下面 然後再走下面 再走下面 然後呢 再走這裡 接下來呢 再走這裡 接下來又走到這裡 然後 就 到這裡 最後走出來了 好 結束 好 所以老鼠走迷宮 可以用地毀來實作 不會太難 好 這是深度優先抽選的一個應用 當然你也可以改成用廣度或最佳 可是老鼠的最佳 你可能也要知道目標點在哪 然後你用那個曼哈頓距離去算 或許可以 對不對 但是不見得最近的就一定有路 比如說 你看喔 如果今天老鼠走在這裡 那你雖然曼哈頓距離看這裡 是不會太遠 但是你到了這裡會撞牆 所以你算曼哈頓距離 這裡是比較短的 這裡反而是比較長的 但是事實上你應該走這裡才是 才是曼哈頓距離是最短 應該不是曼哈頓 曼哈頓距離雖然是長 但是它不會撞牆 那這個是迷宮問題 接下來看正則上次那個拼圖問題 這個就是拼圖問題 的那拼圖問題 就是你先把它打亂 你先�2727 但是你不能亂排 你知道嗎 有些拼圖是拼不回來 所以如果你把那個指頭拿出來 然後就給它亂塞一下 然後就請你把它拼回來 那不見得可以拼 所以你要给人家拼图 你如果要创建一个新棋盘 你应该怎么做 新的拼图盘 你应该是我先把它弄成目标格式 然后我一个一个移 然后移了譬如说100次之后它就乱 OK 那这样子你才可以给人家去拼 你不要弄一个没有答案的给人家去拼 然后拼死都拼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这样写一个程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目前这个是用 你看到有inqueue就知道 我应该用的是广度优先搜寻 那在这个问题上面 广度优先搜寻当然会有正者所说的 因为我现在做的是3x3的棋盘 所以广度基本上还好 如果我做的是5x5的棋盘 而且又把它弄得很乱的话 广度可能就会找很久都找不到 所以我现在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程式 先看结果 先看结果 好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盘面 我的目标盘面是希望说它的0在中间 也就是空格在中间 0是空格 那你以这个盘面而言 你如果要移 移的话是哪一些是合法的 我把4跟0交换是合法的 2跟0交换是合法的 8跟0交换 6跟0交换都是合法的 但是你不能把1跟0交换它不会飞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以这个起始盘面 这个起始盘面我是自己去移 然后移了之后 我大概移了5-6步之后 我再去创造出这个盘面 然后给它去测 所以以这个起始盘面而言 你可以看到只能够2跟它交换 或7跟它交换 或6跟它交换 就只有这三种走法 所以它会去搜 用广度的方式 然后它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记在Q里面 然后一个一个by法 基本上做法跟刚刚的广度也算法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你看又是找邻居 然后邻居如果可以走的话就走 然后如果走的话就把它放到Q里面 就这样 这个又是排版没还好 不过这个排版应该还可以接受 就先不敢 那就这样 然后最后 最后就启动 这个广度优先搜寻 去搜 问题是 你如果把所有的广度优先搜寻的结果 盘面通通都应变 那你看不到你会眼花缭乱 因为它那个很多 所以通常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是在你找到路之后 你再回推说最近的那一条 因为广度它会找到就是最近那一条 你找到的第一个路 那往回推就是最近的那一条 那你把往回推的那些都记下来 那你就得到广度优先搜寻的答案 所以我这边做了一个back trace if found就back trace 那back trace它会一直去追踪他的父亲 上一层 那有父亲的话 对代表说我其实有寄父子关系 我有寄父子关系 我才会有办法找到他的父亲 那所以你看他的back trace的结果是这样 这个是这个是目标盘面 这已经是找到的结果 已经是排好的结果 OK 这个是这个是最后一步 他最后一步是把2跟0交换 也就是说把这个2移到这个空格 然后2这边就出现了一个空格 那所以我们这个结果应该不能这样看 我们应该倒过来看 我们是这样看才对 原本是134825706这个盘面 然后呢 他把6移到这个空格 然后就变134825760 然后他再把 把那个5移到0这个空格 所以是变134820765 他再把那个4移到0这个空格 所以变1302824765 他再把这个3 0 这个3移到0这个空格 所以变10382476 然后再把看一下 这里因为快到了 就是他把2移到0这个空格 所以变12380476完成 为什么 12345678 我的盘面是这样 OK 所以这是最后的结果 那我们这样不太好看 所以我把它重排了一下 基本上是这个走法 那他就可以把打乱的盘面给拼回来 啊如果 你给他一个没有解答的盘面会怎样 他一直排 他一直排 但是广度优先搜寻 只要他全部都找过 他还是会停 但是问题是全部有多少 全部到底有多少 你知道 在数学上要算一算 搞不清楚 全部九阶吗 可是他有一些走是不会走到的 应该只会移动 上下都比较适合适合的方向 对 然后 嗯 嗯 很难想 这个要请那个数学家或高师 来想才会知道 我们想不出来 我们写程式可以 但是我想这个想不出来 好 那就来出个习题 今天就有两题习题了 对 第一题习题是那个刚刚的最佳 最佳优先抽选 第二题习题是 狼羊甘蓝菜过河的问题 不过其实 我已经给了答案 所以 你可以试着再写一遍 那如果没有 你至少把这个答案了解一下 我不讲解答 因为虽然下面有解答 我不讲解答 如果你真的想不出来 你可以偷看一下解答 或者会 那你再去写 狼羊甘蓝菜过河问题 这一题我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 反正它是经典题目 那就是那种 如果你去参加什么ACM城市设计比赛 常常就会有这种奇怪的题目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去参加过一次 什么全国 全国城市设计大赛之类的 然后是大一 大学组 然后结果呢 我们一题都没解出来 挂零 然后我们隔壁系的那个 那个 我们那时候是 交大资讯科学系 然后隔壁系是计算机工程系 计算机工程系的同学呢 三题都做出来 后来他们拿了第一名 两个系有什么区别吗 啊 两个系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其实 就我所理解的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原本我们两个系都是计算机工程系 老师都在计算机工程系 然后来呢 就有分两派 然后呢 那个一派跟一派就觉得不太好 他就决定分家 他就分出来要找一个新名字 就变资讯科学系 所以是政治问题 不是那个问题 是学的会基本都一样 差不多 但是因为他又叫资讯科学系 就代表说这一派是比较偏软体 所以他们成立的科系就 硬体的部分比较没有 所以我大学没有受过什么硬体训练 就是因为我念的是资讯科学系 那一派是偏软体的 不过也还好 反正其实我觉得学一点硬体不错 但是我觉得很可惜 我们系上就基本上很少这个 然后狼羊甘兰菜的问题是这样的 有一个人带着一匹狼一头羊一颗甘兰菜要过 他的船很小 每次只能够再两样东西 这一题我觉得实在不太合理 一颗甘兰菜到底能有多大 跟狼和羊一样大吗 这有点怪怪的 不过不管怎么怪 反正我们就想象他是一个超级大甘兰菜就对了 所以他只能放两个东西 然后他只能够再两个东西过河 意思是 不是他可以人跟狼跟羊一起 不是这样 他是人跟狼一起这样就已经两个东西了 人跟羊这样也两个东西 人跟甘兰菜 所以意思就是人只能带一个 你不能叫狼带着羊或狼带着甘兰菜过河 这个不行 所以你最后一定要是人有跟他在一起才可以 因为其他人不会划船 所以这里问题是 他如果先带甘兰菜过去 那狼就会趁机把羊吃掉 那如果先把狼送过去 羊就会把菜吃掉 那怎么样子做才可以把 两种动物和甘兰菜通通都送到对岸 你要到底要跑几趟 然后要怎么送 那这显然 很显然就是一个搜寻问题 是刻意创造出来的搜寻问题 有点像数学题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数学题 你可能会在数学的脑力激荡书里面看到这种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是要写程式来解 所以这就是各位今天的习题 有没有觉得不清楚的地方 没有的话就各位去写 那我先给各位稍微妙一下 最后我的做法 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怎么表示到底人狼羊和菜到底该怎么表示 我的表示很简单 我就用个阵列 大小为四的阵列 里面全部都是零或一 零代表说人在这岸 零代表说在这一岸 因为合有两岸 零就代表这一岸 左岸 然后一代表右岸 就这样子 那你到底可以做什么样的状态转移 那那个转移一定要是符合限制的 刚刚说人只能够带一个东西过 那你要去写程式去做这一个可能性的搜寻 然后把结果搜出来 那这里已经有 你看一开始一定是零零零零 也就是他们都在这一岸 排个度合的这一岸 最后一定要是 一一一一一 代表你才成功 他们都已经到对岸 那中间你应该怎么排 我们看一下解答的他的做法是 人先带着羊过去 狼不会吃菜 好 OK 接下来呢 这一个状态要转到这一个状态是怎么做 人带着羊过去 狼不会吃菜 然后呢 人单独回来 对不对 人单独回来 那把羊放那边 那假设羊不会跑掉的问题 OK 羊跑掉就没戏畅 人单独回来 接下来人再带着狼过去 然后带着狼过去之后呢 不能把羊跟狼放在一起 所以他得把羊带回来 把羊带回来之后呢 人再带着菜过去 带着菜过去之后呢 OK 人再带自己回来 然后人自己回来之后再带着羊过去 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顺序其实要稍微仔细解读一下 因为我们没有画图 所以你如果可以做个动画那就没问题 可是我们写程式要做动画太麻烦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 就印这个结果就好 好 这个是狼羊甘蓝菜过的问题 那接下来就要来讲的是那个 上次正则问我们要怎么解决那个五乘五的孔明奇问题 那这里呢就是那个蒙蒂卡罗数状搜寻 我觉得孔明奇五乘五的恐怕等要用这个方法才有办法解决 蒙蒂卡罗数状搜寻这个大概也是 阿法购下引起之后我才知道有这个方法 然后才去研究 那我发现OK其实概念不算太难 那这里都有一些文章和范例 这个是维基百科的 那你可以看到蒙蒂卡罗数学的想法 这里选择展开模拟反传递 选择就是说我到底要走哪一条 那蒙蒂卡罗数状搜寻 像阿法购他所采用的是UCB Upper Comfortance Bound 信赖区间上界的方式 所以他的选择是要根据信赖区间上界来选 那选择完之后呢展开 展开什么意思呢 展开就是 他比如说他选择了这一条 然后就再继续往下选择 展开 那可是呢展开之后他又递回 这会是用递回的 递回再去做同样的事情 那可是他对递回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他下面通通都还没有测试过 也没有任何数据他怎么做 他就用乱数选一个然后跑 用乱数选一个跑 然后看看结果怎么样 然后他跑最后一定会跑到一个有结果的之后 他才会回来 那他就把那个结果再传回来 说现在到底是一次跑坏是多少 这样子都会传回那个数据 那传回数据之后呢 对这就是在跑了 模拟 然后最后你跑出来的模拟 如果你跑了一局 像下围棋之类的 你跑了最后跑出来 他这个是用在模拟 是在什么时候模拟 就是对打 谁跟谁打 电脑跟电脑打 电脑跟电脑打一定有 有一个程式是赢 一个程式是输 最多是合起 如果是合起的话就是零分 如果是赢的话就得一分 如果是输的话就扣一分 那你最后就可以给每一个策略一种分数 那你每次都透过信赖区间的上界的方式 反复去选择我接下来要测试的一个方法 那它会变成展开 它很有系统的在展开 那会尽量的让好的节点被探索的比较多 不好的节点会被探索的比较少 但是它还是会探索 这就是它比较奇特的地方 我们如果用BFS 我就是最好的一直探下去 但是这样会过度着重最好的 但如果你用Modicolor 你不会过度着重最好的 因为它是用信赖区间上界 那信赖区间有一个特性 我们之前好像在科学计算的时候有讲过 信赖区间上界 所谓的信赖区间跟你的样本数有关 你样本数N越大的话 它的信赖区间就会越小 越小的话上界就会越低 所以当你在某一个节点里 测试了很多之后 它的信赖区间就会开始缩小 缩小就让别人有机会被测试 所以它不会站着 占尽优势 如果你让一个好的东西占尽优势的话 最后你就没有办法探索到 那个反败为胜的节点 那你能够探索反败为胜的节点 这其实很重要 有很多奇是一开始做个弱点给你 然后你马上就被引诱 你就死定了 所以你不能够因为 它做个弱点让你看起来好像这样吃得很好 你就把它吃掉然后你就死了 所以这一个方法其实在下棋上面 我觉得是蛮强的一个 所以AlphaGo其实主要的蒙蒂卡罗搜寻算是非常非常关键 当然它还有神经网络的训练 但是我觉得最让我耳目一新的就是这个蒙蒂卡罗搜寻在AlphaGo里面 从这里其实是学到最多东西 好 所以这个 基本上现在我学东西 我通常不是只 我第一个我找的是 我维基百科没有错 找完之后 我可能会找一下 相关的文章 但是最后我一定会找一个程式出来看 你這樣才知道他怎麼實作 所以這裡我放了一個程式 這裡有那個碩士論文 這個碩士論文其實無意成 這個是專門做下棋的 這裡 就是他們在用蒙蒂卡羅的方法在做 你可以看到 做碩士論文其實有個好處 你看很多那個期刊發表論文都短短的 那他不會交代前因後 那期刊論文的特性就是 我只講我到底有什麼貢獻 我做了什麼實驗 那實驗結果到底有多少支持力支持我 我所說的這件事情 這是論文的寫法 但是碩士論文通常不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碩士論文它很長 它不是要發表在期刊的 所以它可以囉嗦 那所以通常碩士論文的寫法就是你前因後果也要交代 所以它會第一章介紹接下來研究背景 那通常其他論文研究背景就很短就帶過了 就只是為了帶出那些其他論文的引用而已 那可是碩士論文通常它會把研究背景的每一個方法都幫你講清楚 所以其實碩士論文有它很好的地方 你如果想瞭解一個東西 你如果想瞭解一個東西看碩士論文是一個很快的切入點 所以這一篇我覺得 你看它這裡又要跟你講 UCB 和 UCT 其實我還不知道 UCB 和 UCT 到底有什麼差別 信賴區間上界 信賴區間 T 是什麼 上界 所以它這裡有講蒙地考了搜尋 Happy Go版本 Gnu Go版本 Mon Go版本 所以這就講的應該很細的 而且他們還有讓它對戰 所以這裡其實是可以仔細看的 如果你希望非常清楚了解這個方法的話 這篇碩士論文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把它讀一遍 應該會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這種方法 碩士論文的好處就是這樣 OK 這個領域 你要快速了解一個領域 找碩士論文其實是不錯的 反而找博士論文有時候你看不太出來 因為博士論文的人比較會寫 比較會寫的結果就是他不會囉哩囉嗦 然後交代一些前因後果 所以他很多東西就放在引用裡面 你就看不出來到底他的方法是什麼 所以 所以Gnu也有一個電腦圍棋工具 他不是用蒙蒂卡羅的 然後這個Mongo是用蒙蒂卡 所以如果你要找那個程式的話 可以找這個Mongo 我們可以搜尋一下 是Mongo還是Mongo 有沒有N啊 剛剛那篇在哪 Mogo 是Mongo 不是Mongo 對 這樣就找到程式 只是他是用什麼語言寫的 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 哇 還一堆論文啊 所以他到底是 10年前的嗎 有可能 那他的Code在哪裡 s homepage 沒有看到Code在哪裡耶 這個 這個 看不太出來 所以這個 啊 我直接找 這樣 直接搜Github 這個 看起來不見得是他的 那一個 但是這個也是蒙蒂卡 而且這個是Java型 那 你可以找 JavaSquid 如果你 我是喜歡找JavaSquid的版本 你比較喜歡這個 那你就可以這樣找 或許會找到一些 這個 這個好像不是下棋 這不是下棋 所以Mogo好像沒有 應該不是JavaSquid 好 這裡就有了 JavaSquid 蒙迪卡羅 像這樣的專案 就可以拿來玩一玩 這種專案 就可以拿來玩一玩 然後看看他到底是在幹嘛 不過什麼文件都沒寫 那就只能執行看看 不過他有網頁 OK 應該是網頁版 應該是網頁版 好 那我們來下一下 試試看 下幾個來玩玩看 好 好 先下一個來試試看 好 這裡 JS index.htm 看起來就是 就是網頁版 所以我們應該 應該直接啟動網頁版 在desktop Git 現在的目錄是在哪 Github的 JS Monte Carlo 桌面的 Github JS Monte Carlo 裡面有個des 哇 這哪一國的話 看不懂 沒有 白語文才學的 這個看不懂 所以這顯然不是英文版 這樣很難 很難執行 它這裡有一個這個字應該是執行 看起來就很像 他們歐洲語系的拉丁語系的常常都長很像 你沒有填 可是問題是我前面不知道填什麼 你就填固定什麼 隨便填 隨便填 不行啦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執行 所以這個就不是一個好的專案 我們要找好一點的專案 不要找這種 看不懂 這個 simulation 這個是GIST 這個是單一之程式 好 這個就先不看好了 現在 等找到好一點的大家看 休息一下吧 好 假日看